我们要来一起复习一下REGIS的相关使用 那么REGIS大家首先要知道的是 它是什么 是一个数据库对吧 一个内存型的数据库 那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内存型的数据库 它数据能够持久化吗 肯定是可以的对不对 这个话题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对吧 如果它不能持久化 那它就非常鸡肋了对不对 关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现象是不存在的 大家天天关自己的这样一个 挖过去一期 关他之后会发现 这下次开机起来 REGIS里面数据还是在的对不对 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能够让它实现这个持久化的对吧 它肯定是能够把这些里面数据保存在我们本地的 那只不过有问题 它这个保存并不是一直实时的在保存 而是过段时间就保存 过段时间就保存 那所以会是什么样的 可能会存在数据的就是 可能会存在 就是当我们写了一条数据进去之后 它这个时候还并没有把这个数据保存在我们的本地去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的关系了 那这个时候数据就丢失了 明白吗 可能会存在数据丢失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并没影响 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做数据库 缓存和策略中间键 策略中间键是什么意思 学过Cellery吧 Cellery学过的对吧 Cellery里面是不是有中间键呀 Broker和Buckend对不对 我们可以使用Redis做我们的Broker和Buckend对吧 那那个Broker和Buckend是不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间键呀 是不是 它是干什么的呀 是临时的帮助我们存储一些消息的对不对 还记得Cellery吗 不记得了对不对 不记得了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会讲 Cellery比较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的Github账号 我的Github上面有一个程序 用Cellery下一个Pattro 让我Github账号忘了 在这个地方我写了一个Pattro 我用这个前程 致连 前程招聘 致连无忧这个网站呢 通过Cellery写了一个分布式的这样一个Pattro 这个Pattro就是使用Cellery来实现的 然后对应的方案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来看一下 在里面就是使用Cellery 然后Cellery这个知识点大家估计之前是学过的 但是估计学的不是特别的好对吧 Cellery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叫做Duckend和这样一个Broker 这个Broker就是相对消息的一个中间键 这个中间键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去临时的保存一些数据 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什么功能呢 我们要实现比如说我这里 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程序呢 我想把这个程序的结果呢 交给多个任务去做 多个工人去做 多个Worker去做 那我怎么去把这个数据直接给他传过去呢 我的Worker可能在哪呢 可能在大家的电脑上面去 大家每个电脑可能都是一个相当于工人嘛 当然是一个消费者 大家的电脑上面是一个消费者 我的电脑上是一个生产者 我如果把我这个生产者上的东西 传到大家的电脑上去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什么Release呢 做这个事情 我们先把这个生产者 生产的东西呢 放到Release里面上去 那大家的电脑都从Release里面上去 读这个生产者 生产的东西进行消费 那这个时候这个Release呢 就算是一个更连键 它起来一个作用就是 临时的帮助我们保存一些 数据的作用 你来了 这是重连键的意思 这是Release它 它的用途 那么经常呢 我们也把它做一个数据库 用在多数据数据比较快 对不对 那比如说之前江国弗兰斯的里面 大家应该也是都去 有用过 它支持多种的 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字不串 哈希 哈希是什么呀 哈希是什么呀 哈希就是派成一个字典 对不对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散列 三个都是一样的 哈希 散列 或者字典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后面还有什么呢 列表 集合 有序集合 这其中内心 这其中内心里面有序集合 我们前面是不是提过呀 集合本来是无序的 实际上本来没有路 对吧 走着人多了就有路了 集合本来是无序的 我给它一个值 它就是有序了了 这个值呢 可以一定要有它一个分数 对吧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分数 对这个值呢进行排序 那么这是Release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讯息机 然后呢 启动一下自己的这个Release 那Release怎么启动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是 apt-get-installer 方式来安装的Release 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 EDC下面的地表 Release server来 使用起来 如果说大家 是直接装到Release的 原码的话呢 可以怎么启动呢 就直接Release server 加上配置文件 就可以启动起来的 配置文件在EDC下面的 Release config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也是非常简单 就像我们之前MangoDB一样 如果MangoDB 我们使用apt-get-installer 方式来装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service-mango-listat 对不对 如果我们直接下来原码的话呢 我们直接可以使用mango-d 加上配置文件 就可以启动了 所以Release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和MangoDB一样呢 它是有个服务端 对呢 也有客户端 我们刚刚在说的 启动是服务端 对吧 是Release server 那么服务端 我们并不能直接操作 直接访问 我们能操作的 只有客户端 对不对 那客户端怎么启动呢 也是非常简单 Release client Release-cli 就可以了 然后-h呢 表示的是 hosting 就是我们的 Ib地址 那么-p呢 就是端口号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只用防控本籍的话呢 这个Release-h-p 是不用写的 我们直接写个 Release-cli 就好了 Release-cli 对不对 那么在里面 我们有很多秘密 比如说什么秘密呢 首先我们可以用c-cli c-cli 干什么呀 选择数据库 对不对 我们c-0 是不是就除了数据库0 默认情况下 进来就是数据库0 对不对 选择1 就除了数据库1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可以这样切换 那默认情况下 我们Release有多少个数据库 16个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想要看 当前这个数据库下面 当前这个db下面 有多少个 有哪些数据 怎么看 是不是c-7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的数据库下面呢 有这样两条数据 对不对 一个叫X 一个叫X 我们知道 在Release中 有不同数据类型 不同数据类型 对的操作 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想要具体操作 某一个件对的值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办呀 先知道它的类型是什么 才能操作它 对不对 它如果是列表 它对呢 就有列表的操作方式 如果是Hashi 对呢就有Hashi的操作方式 所以怎么判断 当前这条数据 是什么数据类型呢 我们可以使用Type这个东西 和Path中一样 但只用 只是在这里 不用打括号 我们回这看一下 可以发现 当前这个gd.request 它是Zset 就是有序集合 对不对 那它呢 我们也是一样 Type一下 看它是个set 是个集合 对不对 这是有序集合 这后面是集合 对吧 所以可以看出来 我们通过Type的命令呢 就可以知道 每个 这个件呢 对应的值呢 是什么类型 所以可以跟 由于它类型呢 决定后续怎么操作它 这是关于Kids 以及Type 这个命令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清空当前数据库 对吧 清空当前数据库 FlashDB 这个操作的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对吧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Flash 我们再Kids 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有没有东西都没了 对不对 amplenist or set 对不对 那么这是FlashDB 能够清除当前的db 那么还有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FlashAll 这是清空所有的db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命令我不会去用 有可能我们 当多个人同时 选用的register的时候呢 我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库1 你用了数据库2 我FlashDB的FlashAll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把另外的数据库给清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这个命令 只有什么时候用呀 跑路的时候 对不对 才会用一下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再用这个命令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慎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这样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 大家可以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里面呢 也是中文的一个文档 就是redis.cn 里面是关掉的命令 比如说 open的这个命令 对呢 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demo 我们可以看具体该怎么用 写得非常清楚 那么 我们下面来复习一下 我们后面会用的 这样三种数据内型 首先第一个是列表 列表这个内型呢 非常的简单 列表 翻译英文就是list的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关于列表的命令 都是L开头的 比如说L push 就往对这个列表里面呢 查一个数据 往mylist 查一个word 然后呢 我们如果想查里面数据呢 我们可以使用L range来查看 L range 加mylist 加0-1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想要知道当前 这个list里面 一共有多少 有几个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L range 那为什么这里是0到1呢 0表从最开始 复义到最 最后 对不对 复义到最后 就是从第一个 一直返回到最后一个 通过L range 能够返回所有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L push 往这个mylist里面 查内容 比如查入A B C D 我们再来查一次 现在查两次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L range 查一下mylist里面的内容 0到-1 对吧 大家猜一下里面是什么呀 猜一下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呀 你们那种是什么 ABCD ABCD ACBD ACBD DCBA DCBA 是什么 这是L push 从左往右插 所以说 后插的数据会在最开始 是不是这个样子 最右边的数据 是这个A 倒数第二个数据 这个B 倒数第三是他 倒数第四是他 倒数第五是他 倒数第六是他 倒数第七是他 倒数第八 就是第一个是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DCBA DCBA 因为这里是L push 看到吗 L push 就是从左往右插 对不对 所以说 越先插的 在越右边 是不是 越先插的 在越右边 越后插的 在越左边 也就是先返回 也就是 数据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这是 查看你们的数据 每一个是什么 那对不对 还有L9 对吧 L9是干什么呢 获取你们说的 个数对吧 是不是一共八个 这是关于这样的列表 那除了列表 周换呢 我们等一下 还用到这样一个集合 集合呢 就是这样的set 对吧 set我们来看一下 它对应的命令 都是S开图的 SR呢 往这个集合的件里面 抄这样的值 刚刚没有给大家讲 release里面呢 它都是件 都是形式对不对 件是一个名字 那么值呢 对的是个内型 比如说它是个列表 那么值呢 就是个列表 如果它是一个哈希 只是就是一个哈希 出此点 对吧 往myseller里面 插入这个hello 这样一个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myseller这个件呢 对应的这样的集合 里面就有了 hello这样一个值了 对不对 然后通过smember呢 能获取里面所有数据 scar呢 获取里面的 这个个数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到 因为它的命令和前半命令 都是不一样的 它们每一种东西的命令 都是不一样 对吧 但是大家用多了出来 就习惯了 sr的插入数据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sr的 然后myseller 插入一个abcd 我们再来插一遍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smember 可以查里面所有数据 那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什么样子的数据 用那几个数据 是不是abcd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集合嘛 所以虽然后面 我们重新插了一次 但是后面 它是没有插进去的 这里面反过了个0 对吧 是不是没有插进去呀 这个地方我们插了一次 是4 表示一共4个结果 对不对 我们scard 是不是能获取这个数据的长度呀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就是4个 对不对 这集合也非常好理解 它的集合数据也是没有顺序的 对吧 但是它一共就不重复 而且没有顺序 这是集合的一个特性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zset有序集合 有序集合它的命令 都是以zcatl的 比如说这个zat 就是往这样一个 键对这样的有序集合 我们来插入一个数据 那插入数据 这个有序集合 集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数据呢 每个数据它本身就有个分数 分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 可以是整住一个小数 都是可以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后续我们操作 就可以跟这个分数 来对这个值呢 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 这个分数进行排序 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说的有序呢 则是个分数有序 而并不是只有序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里呢 有个zat 比如插入zrange呢 跟我们lrange一样 获取里面的元素 那么还有zcatl 获取里面的个数 对吧 比如说我们zat myzset 比如插入一个 10a 11b 12 c 然后呢 我们再插入 一个15b 20d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取一下 你们的内容 就是grange 对吧 myzset 你们内容都是什么 你们数据是什么 10a 多少b 15b 对吧 多少c 多少d 20d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a是分数是10 对吧 c分数是12 b分数是15 为什么b的分数是15呢 因为后面重新插了一次 对不对 重新插一次的时候 b由于已存在了 所以大家就对于呢 更新它的分数 由于d不存在 就直接插入这个d 它的分数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命令呢 加上vidsgo 就可以 返回什么呢 返回这个数据 带上它的分数 对吧 那么直接这样写的话 它是不会带上分数的 就是abcd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样的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使用zcatl 能够获取这样一个 有序集合里面 数据的个数 一共就是四个 对不对 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呢 我们对它使用呢 就到这个地方维持 然后等一下用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会 只用这些命令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scribe writes 它写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我们去看看 它的官方的get hub 在github里面呢 它是放的有这样一个 example project的 就是它demo demo 它demo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example 是一个spider 这个spider下面呢 对应的有三个爬虫 有三个p1文件 每个p1文件呢 是一个爬虫 这每个p1文件的爬虫呢 都是我们scribe regis 对应的一个典型的应用 所以后续呢 我们来学习scribe realis 就先通过这样 三个demo入手 学习完这个demo之后呢 然后看着 每个demo是去做了什么 然后放了它demo呢 我们分别写三个程序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后两天 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 我们先把这个 它的原码下来 原码怎么下来下来啊 是不是get up clim就可以 好了 好了呀 我们看一下数据scribe realis 在这儿了 在它下面呢 我们cp一下scribe realis 下面一个example project 我们把它负责到当前目录下 它是个文件夹 需要加上RF 然后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example project 对不对 然后对待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首先这是项目文件夹 对不对 这是项目文件夹 项目文件夹下面呢 有这样一些内容 这是它配置文件 这是我们需要安装的东西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是process item 这process item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在这里讲 scribe realis的流程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地方我们说 默认情况下 scribe realis 会把数据保存到我们的 relius里面去 对不对 它为什么要保存到里面去呢 它保存在里面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relius读写速度比较快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况 它担心什么呢 它担心比如说 当我们一秒钟提取到上万数据的时候 上万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导致一个情况的发生 就是我们读写 写入mysoho 写入mangetb 那个地方 在写入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瓶颈 会在那里发生阻塞 所以它就考虑了 我们可以先把数据存到relius里面去 因为relius读也比较快 那么后续呢 再从relius里面把数据读出来 明白吗 所以在默认情况下 它会帮助我们把数据存到relius里面 那么对应的呢 它这里写了一个processitem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从relius里面呢 再把数据把它给取出来 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当然这个方法 我们尽量去不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很多时候呢 我们并不会直接把数据存到relius里面去 我们可以选择存到mangetb 或者存到mangetb都是可以的 当然数据量不那么大的数据 也并不会发生阻塞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这两个dockerfail 这个dockerfail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docker对吧 是现在一种新兴技术 它能干什么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创建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 能够在里面我们去跑一些程序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它通过这样一个dockerfail之后呢 就能够建立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 就专门跑这个scrubyres的项目 是做这样的事情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在这下面呢 我们看到 这是个example 下面呢有这个 eliteitempipeline 这里就是干什么 大家都清楚对吧 对呢 这里有个spider 下面有三个paw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关于dmoz这个paw 那边有一个比较的项目的 我们下转了解一下 我们下转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